我都暗示成这样了 你还装傻 那我只能索性挑明 不管你遵受你 也请你同样尊重我 我有未婚夫了 很快就会结婚 不管你有什么讲法 我只能说抱歉了 你是说那个 那个 纪行长 你知道吗 小娘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看你在那认真地摆弄打印机 观察我喜欢喝咖啡 不喜欢喝茶 我一度以为你是一个 靠自己努力上进的女人 但你比我想象的聪明 跟着领导 确实是一个向上爬的结局 再说了 你不还没正式结婚吗 既然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 他能给你的 我一样能给你的 他不能给你的 我也能给你 虽然他是个行长 但也就是一个拿年薪的 但我不一样 我从国外回来 经营这么大的企业 我需要有一个人帮我把持内饰 我们各取所需不好吗 说完了 本来呢 你是我的客户 我应该尊重你 我应该尽全力地促成这次合作 报案 你不满意我可以改 一次不行 我就改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都可以 直到你满意为止 如果一直不满意 我只能认输 我们是合作关系 不可能有其他可能性 你刚才说 我跟着领导往上爬 不止侮辱了我 还侮辱了我的未婚妇 所以 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尊重你 小副总 你的为人啊 真是让我刮目想开 来 小宁 小宁 你等一下 小宁 小副总 请你自重 遇行不重是吗 我告诉你 我狠吃这一道 你这样反而让我更有征服欲 我 你起来说我自己没有处理好 都怪我 你今天真的有点冲动 我怕他投诉你 你刚当上行长 万一谈你 这些根本就不重要 杜晓宁都不重要 你对我来说 你也才是最重要的 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 也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对你的爱有多深有多情 好了 好了 我知道 从一年前 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不是一年前 是十一年前 从高中的时候 我心里唯一爱的人 就是你